因為換這個碎片呢 沒有一個絕對喔 沒有一個絕對的順序 所以 我講的比較含糊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 嘿大家好我是M9 可以叫我Emo或Emo 今天呢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 角色呢 可以換出碎片的這些角色呢 要優先換誰好 那其實實況的時候 這應該算就是第2名第3名這種常問的問題喔 大家都很 只是想要知道說我現在應該要換誰好 所以我現在 今天呢就很快速的講一下 來換 賊的這個部分 好那首先呢是這個地下城的部分 地下城有兩隻角色是這個我認為重要性比較高的 一個是這個小望 一個是這個真步 這兩隻角色小望跟真步這兩隻角色呢就是 用處 用處很多啦 那小望屬於功能型的坦克啊 都是萬用的 已經到萬用的等級了 因為 這款遊戲其實大部分的坦克都會 很有 很有他的表現的位置 所以那基本上 我都會認為坦克是比較優先需要升的 這樣子 除非到了就是日版那種已經到很後面然後 一破白等的時候才會有那種無坦隊的出現 不然你現在 菜刀隊也都是至少要放一個坦 所以坦克我認為是蠻重要的 那就是小望 那真步 那真步呢屬於這個有就好的角色 就是三星 就很好用了 的角色那四星就不急著 升 真步四星是不急著升的 那小望 是最重要的 你沒有的話就是 如果你這兩隻 有一隻沒有的話 就是可以先換出來 然後可以優先上四星 小望可以優先上四星 那再來呢就是剛剛提到坦很重要嘛 所以這個空花 必然也是很重要 但是 空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說他是PVP型的坦克那你推圖 偶爾才會拿出來用聯盟戰基本上 不太會用空花 除非 那一隻王就是特別 可以用空花來扛 不然很少會 用 所以空花的優先度就會沒有小望這麼高 小望先煉 這個樣子 好 那我再來講一下其他的角色像這個 倩理 凱流 倩理跟凱流 倩理凱流是屬於這個魔攻隊 的角色嘛 那之前 我講一個魔攻介紹的 影片 可以去看一下 也有講到這兩隻角色 那 基本上倩理跟凱流呢 就是你在 沒有中二沒有進化的時候會優先煉的兩隻法師啦 那倩理你就算有這兩隻最後還是會煉起來 因為倩理的破魔防的能力很好 最後還是會煉啦 那這兩隻 也是 如果你有要升魔法隊的話呢 就是 要升啦 那如果你沒有升像我 我就沒有買 因為我抽到其他的三星 魔攻 所以就沒有練這幾隻 好 那優化禮 優化禮基本上就是 升先點到二星 先用地層幣點到二星 就好 那 點到二星的原因是因為 你到時候打 VH地層 的Boss的時候你還沒打過的話 那 魔隊呢 Boss的魔隊會需要用到這個優化禮 那至少要有二星 會比較好打 就不用一直入理 這樣子 好所以優化禮是二星即可的角色 再來就是這個 升月喔 那升月他也是一個很強的角色 升月他也是很強的角色在PVP在聯盟戰都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這邊也是可以換的角色啦 對 基本上呢 這邊的角色就是 呃 你都先 你有要用的 你有 要使用 這隻角色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先點上三星 因為二星跟三星的差距是很大的 你就可以考慮先點上三星 那你如果推得過VH地層的話 你如果推過VH地層的話 一天可以換15到20個 這個底下層的碎片 所以 一隻角色不到一個禮拜 就可以升上三星了 那是還蠻快的啦 對 像你這種常用的 可能像升月啊 然後 如果你有練魔攻隊 這個倩理啊 就是 可以先點上三星 然後呢 之後再來把這個小望 把這個孔花 給上四星 甚至五星 這樣子 我覺得坦克是優先的 那 等你到了這樣子的練度了之後 你應該也會 稍微有點想法說 我想要什麼角色去升 基本上就是 這樣子啦 就是 坦克優先 然後 像這種 你會用到的角色可以先升三星 這樣子 就是 都要看你當前的狀況啦 都要看你當前的狀況 好 那再來這個競技場的部分 競技場無疑的就是貓跟莫妮卡 這兩隻 就是 你貓跟莫妮卡如果沒有 就是把它換出來 然後如果有了就是可以升 像我現在是希望可以把貓升到五星 我希望可以 有一個五星的貓 這樣 莫妮卡 那也是很厲害 那這兩隻角色 你 都換得差不多了 你想要換別的的話 也是可以 那 就是這個日和 還有這個 妹公 李奶 那 欸 想講一下這兩 稍微很簡單講一下這兩隻角色 日和的話呢 就是 之後的改版 之後改版本要往後的時候 像日和這種使用全套的角色 會越來越強 會越來越強 因為 之後的選套的能力是比較好的 所以呢 就是這個日和 往後也會是強的啦 那 你的貓跟莫妮卡真的都換完了 可以換日和 那再來是妹公 妹公其實 他對於 這個伊莉亞 或者是這個魔攻隊 我們知道 後面出伊莉亞嘛 然後出泳裝 那有人PP會放這個魔攻 的防禦隊 對於這種魔攻防禦隊 妹公也是一個很好的 角色 可以去 可以去打 這樣子的魔攻隊的角色 所以呢 妹公也是可以換的 那 炸彈就是 優先度沒那麼高 是大概是這樣子的順序 好再來是公武競技場 公武競技場 無疑的就是 布丁嘛 布丁當然是最優先要升三星的 因為 呃 我剛有提到 二星跟三星差距非常多 那身為一個站在前面 扛傷害的坦克 二星跟三星的差距 那你當然是要把 趕快把他點到三星嘛 這樣子 那暴攻呢 暴攻也是 呃 會需要升三星的角色 但是呢 但是暴攻不急的繼續升 就是說你暴攻可以點到三星 然後就開始點 別的 然後別的都 點得差不多了 再回來點他 因為 我會認為暴攻不急 不急 他就是一個輸出嘛 你三星升到四星 頂多就是傷害多一點點 這樣子 所以我會認為不急 我會先認為說 你如果說 三星了 該有的都有了 才再回來 點這個暴攻 對 那再來就是這個 箱子喔 狗拳基本上也是 很好用的角色 不管是在這個 聯盟戰啊 還是說 這個PP有時候 也會用到 那是可以 升三星喔 但是我認為就是跟 暴攻 差不多的感覺吧 你可以先點到三星 當然最後最後 狗拳跟 暴攻 狗拳的優先度會比較高 為什麼呢 因為 升星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你的 血量跟防禦力 就是你的硬度會增加 你會沒那麼容易倒 那狗拳身為一個 前排的 輸出喔 那他會比暴攻更需要這種生存能力 所以 狗拳的優先度是優於暴攻的 這樣子 那坦克的優先度又在優於他們 這樣 對 那初音呢 初音也是很 建議說你要換得出來的角色 那如果說你是沒有初音的 玩家 如果你是沒有初音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布丁點到三星之後 考慮看看你要不要換初音 也是一個可以的選擇 也是一個可以的選擇 就看你有沒有想要 這個你沒有需要這個角色 因為初音基本上你換出來就是 PP嘛 基本上就是專門為了PVP而用的角色 對 那你如果是已經有 已經有初音或者說之前的初音活動你有跟到 那有把初音換出來的話 我會認為初音三星 還算蠻夠用的啦 沒有那麼極致要上四星啦 我會覺得布丁比較重要 就先把布丁的星數點上去 就是 坦克都是很重要的啦 在 台本現在的進度來講的話 都是坦克優先 因為 等到你到時候進度開到後面的時候 你的坦克都點得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再去點那些打手 所以 就是都OK 就是最後你都要神 只是哪些先神而已 我這邊會覺得布丁 是最悠閒的 好那 那基本上 很簡單的 講了一下 這些 換的順序的 我的想法 但是呢 其實 我還是要說 你想要 練什麼角色 你就換他 其實你想要練什麼角色 你就換他 你覺得 我的坦是不是不夠硬 那你就換坦 你覺得我的 輸出不夠 那我是不是換 我的輸出 那你想要什麼 基本上其實就可以換什麼 他 他不用 你不用說很 care說 要一定要換什麼 除非你今天是個 要去拼 呃 比較 想要去拼排名啊 或是希望 可以比較趕快趕到前面的人 的玩家 那 才會比較需要在意這個 不過 就是其實我覺得 對 換你喜歡的 就好 好不好 好 可以 總之呢 呃 最後來講一個結論 坦克優先 然後 前排輸出 優先與後排輸出 前排優先 前排輸出先 那 功能性角色呢 就 就再說 就是另外一回事 對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的概念啦 那 這一次的影片呢 就 差不多到這個地方啦 因為換這個 碎片呢 沒有一個絕對喔 沒有一個絕對的順序 所以 我講的比較含糊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說 你要基於你現在的狀況 來去決定說 什麼角色對你而言是重要的 好不好 好 那 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每次 by bwd6